好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民宅整個被燒得嬌黑 連林亭在門口的發財車慘遭波及剩下股價 而好幾名消防人員走進去裡面 主意檢查還有沒有人受困 今天凌晨3點多位在雲林斗南正新北路上的一處民宅 疑似遭人而一縱火不斷傳出爆炸聲響 當時家中4人來不及反應受困 消防隊員到場後將人給救出 而不幸的是有兩人送一人宣告不適 讓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他才會完結啦 他才會完結啦 他那個儀式換貨那個姻先生的兒子 他怎麼在那裡帶在這裡嗎 有啦 帶在這裡帶 就是放了他說 因為剛才有一個警察問 他說他在前面做人有看有會啦 要他看到他就問他關起來 他關起來 他還出來兩位撤條 出來車就開走啦 由於民宅屬於木造建築物 加上屋子內的易燃物 導致火事已發不可收拾 而初步調查後縱火的人疑似是屋主20歲的兒子 又加上深夜吵架聲不排除是家庭糾紛所引起 後續將交由警方調查釐清 以上為一張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